老孔 老孔你不要这样 你听我说吧 老孔 还说啥呀说呀 去宁安提款这么大的事 可是你们两个人 把我瞒得是风雨不斗 不明白 这你们信不过我吧 咱不是有个规矩吗 凡是信不过的人 都发配到大电子够 我自己发配 我自己行了吧 老孔 老孔司令 这事啊 跟王司令没关系 是我的主意 我就知道是你的主意 我就不明白 自从你来了之后 大哥居然给我分心了 孔副司令 这二十万大洋 事关重大 所以我和王司 所以你们俩谁瞒着我 来 老孔 老孔 你这 驾 连阳 你要再不来 我可真熬不住了 清林 你说你总在这这么巧着 啥手拾个头啊 报告 副司令到 副司令啊 狗屁副司令啊 我顺娄子的儿子 副司令 谁拿咱爷们这么不当回事 跟我说 咱不受这等 大不了再去拉肝子 咱们是合着伙儿 咱们是合着伙儿 算了 都是为了抗日 我就让他们这回 抗日 做梦吧 小鬼子那枪 那炮 咱能打得过人家 不行 不能让张立涛 把这笔钱拿走 你想干啥 我想把这笔钱截下来 你好大的胆子 坦不大能当土匪 我说你小子越说越离谱了 四街均响 那可是数罪 反正都是个四 事到如今 我就都跟你说了吧 副司令 咱们投靠日本人吧 人这一辈子 就这几十年 不就图个乐儿吗 再说 公本这人 也够仗义 这些全是他给的 戴行李 我真是瞎了眼了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这事就当我全都不知道 不然的话 你可别怪我对你 不客气 空招容 你要非得把话说成这样 就别怪老金 我翻脸不认人 你想干啥 来人 你敢 你小子想翻水 老子干嘛毙了你 我看 我看 我看你跟他不一样 戴青林这个王贝肚子 他投靠了什么人 你看 可这下去王贝不远 就是营地 你去报告王司令 列阳啊 这可是人民关天 停下 你干什么去 我接手 不许看啊 报告参谋长 孔副司令让戴青林用枪打伤了 戴青林呢 往南跑了 同局 到 背马 睡 连长 你夫人要跑 什么夫人 你个婊子 你这个婊子 你这个婊子 你还不如我这个婊子呢 那就去做你的猎子吧 作人 せ 我们一家 你uck 这时候去 我都知道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张先生 鬼子已经对聂安银行进行了监视了 这么一大笔钱 你怎么运走啊 放心吧 我有办法